現在走在街頭 每幾步路就有夾娃娃機店面 商品更是琳瑯滿目 只要夾子對準物品 就有機會夾起來帶回家 但台北市衛生局與商業處 聯手機查157處 242台夾娃娃機 發現其中有11家業者的21台機台 成列食品或化妝品違規 最高可儲3到300萬元的罰還 如果它裡面要成列食品 或化妝品的話 一定要有完整的中文標示 而且產品不能預有效日期 那如果是集齊品的部分的話 也要求它要注意一下產品的品質 那如果是食品的部分的話 機台外觀一定要記得標示 機台的台主的姓名地址跟電話 這台夾娃娃機裡面擺放的 全都是時下最夯的零食以及化妝品 其中機台沒有負責人資料以及聯絡方式 將被處以3萬元以上罰還 而化妝品外包裝標示不清 則處以10萬元以下的罰還 但若是食品預期就可能違反 較嚴重的食安法 罰還最高可達2億元 在設立機台的時候 尤其你要放的是食品或化妝品之前 先了解一下相關的法規 然後以免處罰 衛生局提醒 夾娃娃機業者必須依照經濟部的規定 取物金額不得超過790元 不得為現金以及活體等十項規定 否則從8月1號起 一斤查獲違規將依法開罰 但以目前市面上到處都是夾娃娃機 看來這股風潮還會延燒一陣子 若業者不能夠自律 吃虧的恐怕還是消費者 凱波到達北數位新聞曹德華 採訪報導